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应该还有一条更好的路 那这一篇文章是在旭轮的第一篇 在这一期经济学人的第七页 它的小标题写的是 以色列要对本周加萨的流血冲突事件有所回应 但其实也是巴勒斯坦应该开始采取非暴力手段的时候了 哇 他是两边各打50大班 是的 那文章一开始他提到说 其实加萨是一个所有人都宁愿去忽视的人类垃圾场 以色列埃及甚至巴勒斯坦当局都不想为他负责 但有时候污染总是会泄露 一个导弹或者其他类型的攻击 都很容易引发一场全面战争 到那个时候整个世界你不关注加萨都不行 5月14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聚集在加萨的边界 威胁着要返回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 他们的祖先丢掉了土地 在抗议中以色列士兵杀死了大约60个示威者 这是从2014年的加萨战争以来最血腥的一天 更荒诞的是 同一时刻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 正在为耶路撒冷美国大使馆的落成而欢呼 并把他称之为为了和平而来到的伟大的一天 许多的国家都在同时谴责了以色列 有几个国家还召回了他的外交官 有些人指责了以色列犯了战争罪 还有人把冲突责怪到川普身上 因为他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 移到了耶路撒冷 毫无疑问 作为强而有力的一方 以色列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巴勒斯坦相关 尽管处于弱势 他其实也有责任 相较于无休止的冲突和流血 在以色列这个新兴民主国家 建国70年后的今天 其实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每个国家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边界 从数量上来看 以色列很可能使用过多了武力 但任何一个结论的得出 都需要研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哪儿发生了 以及什么时候发生的 以色列有时候会使用一些非制民型的武器 例如用无人机投资的催泪瓦斯 但这一次主击手却真的使用了子弹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 似乎是因为有数量不明的打算破坏 围栏的哈马斯武装分子 混在示威者之中 他们构成了什么威胁呢 任何公正的评断 其实都要依赖细节 同样重要的还有边界的政治问题 加萨和以色列之间的围栏 和普通的边界是不同的 因为加萨更像是一座监狱 而不是一个国家 3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生活着200万人口 这是世界上最拥挤 但是也是最悲惨的地方之一 这里缺乏医疗 权力 还有其他的必需品 自来水无法饮用 污水没有办法经过处理 就排放到大海中 加萨的失业率高达44% 是全球最高失业率的地区之一 44% 从2007年以来 加萨和以色列已经发生了三次战争 而且随时可能继续爆发 那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其实非常多 以色列坚称已经在2005年 从加萨撤出了军队 因而加萨的问题不是他造成的 但事实上以色列还是从陆海空 全方位在控制的加萨 任何巴勒斯坦人 甚至是农民 你只要接近围栏300公尺以内 都可能被射击 以色列还限制着货物的进入 只有一小部分的巴勒斯坦人 能够外出接受医疗 以色列军方一直警告 要防止巴勒斯坦经济的崩溃 但内塔尼亚湖通常都会把他忽视 埃及也要对这个事情负责 通往西奈半岛的另一个逃亡道路 拉法赫通道 在今年的头四个月 仅仅开放了17天 供货物和人口进出 控制巴勒斯坦当局 和部分西岸地区的法塔赫组织 一直在拖欠着加萨地区 为巴勒斯坦当局 效力的政府人员的工资 并限制药物和婴儿奶粉 这些必需品的进入 扣留给以色列所缴的 加萨地带的电费 哈马斯组织也要负担很大的责任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和20世纪初的自杀式的爆炸运动 几乎摧毁了所谓的奥斯路和平协议 哈马斯把以色列赶出了加萨 使其赢得了2006年的选举 在一次短暂的内战之后 法塔赫也在2007年 被驱逐出了加萨地带 从那之后哈马斯就在加萨地区实施暴政 展现自己的腐败 压迫和无能 哈马斯还把武器存放在清真市 还有学校这些平民的聚集地 使用者成为被袭击的目标 本用于战后重建的水泥 也被用来建造袭击以色列的地下通道 去年哈马斯和法塔赫 试图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其中规定着哈马斯 同意将许多行政工作移交给巴勒斯坦当局 这基本上意味着哈马斯承认自己无法升任统治 但因哈马斯不同意交出武器 这个协议最后没有达成 以色列 埃及 巴勒斯坦当局 不能只把巴勒斯坦人锁在加萨 然后寄希望于哈马斯把他推翻 因为只有加萨人活得更自由时 他们才会考虑摆脱他的统治者 在不危及以色列安全的情况下 其实还有很多方法来舒缓加萨的困境 但在巴勒斯坦问题得以解决前任何持久的方案 都是不可能的 内塔尼亚胡一直在抵制巴勒斯坦的建国方案 并在被占领的土地上不断建立定居点 很难说服以色列做出改变 建国70年 以色列的经济正处于繁荣期 通过操纵而非试图结束冲突 内塔尼亚胡使巴勒斯坦的暴力 一直处于受控的状态 而且不愿意做出妥协 当冲突爆发时 以色列的形象也会受损 但并不严重 川普政府也支持以色列的做法 而正在寻求盟友 以抵制崛起中伊朗的阿拉伯国家 与以色列的关系 也从来没有像如此要好过 以色列错在停止寻求达成协议 川普错在预先判断耶路撒冷的地位 但巴勒斯坦却给了以色列轻易声称 没有可以和他达成和平伙伴的机会 因为巴勒斯坦被法塔赫 还有伊斯兰哈马斯所分裂 前者是无法达成和平的 令人厌倦的民族主义者 而后者根本就拒绝达成和平 巴勒斯坦人急需要新的领导者 法塔赫必须通过早该举行的选举 重塑之际 哈马斯也必须意识到他的火箭 更多伤害的是巴勒斯坦的建国梦 而不是以色列 在所有涉及非暴力的谈话中 哈马斯的领导人都从来没有放弃 使用武装斗争来摧毁以色列 他们拒绝交出武器 也拒绝接受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 对长期休战甚至语焉不详 本周的示威抗议 更是被哈马斯的领导人 吹嘘是他释放的猛虎 他们发现了以色列 是可以成为更凶残的 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如果哈马斯放弃武装 可以给法塔赫的和解打开一扇门 假如哈马斯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 就可以暴露以色列 不允许巴勒斯坦建国的意愿 假如巴勒斯坦人进行和平游行示威 不述出武器和爆炸 他们会占领道德高地 总之 假如巴勒斯坦希望以色列停止对他扼杀 他们必须先说服以色列人 放巴勒斯坦人一马 对以色列而言才是安全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这场悲剧 它确实是很全面性的一个 说明以巴的现况 我们从这里面来省思一下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才已经起床 好 新闻现场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学文刚刚这一期的经济学人的Cup Story 谈尾巴冲突 当然是相当的完整的去谈到说 为什么现在的情况似乎越来越困难 但他所提出来的 必须要巴勒斯坦先放弃暴力 先放弃内部的 就整个政治人物必须要全部重新更新 我听了之后其实很绝望 因为我觉得可能性已经不高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你这一次特别挑选了经济学人的 Special Reporter Special Report 特别报道 谈中国在全球 对 我觉得如果说有闲的话 其实这一篇的特别报道 我觉得台湾人应该去看一看 因为其实我觉得写的还蛮全面的 那这篇特别报道是另外一个别册 它的封面其实是画一个 我们在全世界的Tranetown 看得到的一个中国式的公文 它是出整个别册 对 40页 所以在第10页里面 40页里面夹了一个别册 是厚厚一本的 那里面有8篇文章 它主要在谈 就是它的封面是这样 封面是一个像 这个中国式的拱门 有很多的中国人 现在很自由地在进进出出 那当然它走向全世界 那有很多到了全世界 也开始回到中国 所以它的谈的 其实是我在节目中 有谈过几次 就是我说过海归 开始在回中国创业 这种现象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8篇文章分别谈的是 哪些面向 然后我再稍微做一个 我自己大概认为的 summary跟大家分享 它第一篇文章的标题 就要open the gates 就是打开水闸 然后小标题写的是 中国决定让它的老百姓 可以到全球旅行 正在改变这个世界 然后James Myers James Myers是公认 最了解中国的西方记者 他现在是经济学员的 中国事务的总编 他认为其实这个现象 也在改变中国 这是第一篇 那第二篇是谈旅游观光 我想这个台湾感受更深 它的标题写的是 Cash 就是现金 还是微信支付 如果没有中国人 全球观光业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这是第二篇 第三篇谈的是流学 海外流学 一个成型的族群 小标题写的是 中国留学生成群结队 前往西方 但他们中的许多 到了西方 却发现了他们从来 没有发现 也不知道的东西 第四篇谈的是 富有而有权利 全球公民 那谈的是 越来越多富有的中国人 选择移民海外 这个现象 第五篇谈的是 就业跟商业 那调调题写的是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在发展中国家 看见机会 所以到国外去 到其他国家去赚钱 第六篇谈的是 长期移民 就是去了国外 更久了 三十年四十年的 小标题写的是 中国移民的涌入 正在重新塑造 欧洲 意大利的制造中心 第七篇谈的是 回家潮 标题写的是 海归跟海欧 越来越多留学生 正在赶回 他自己的国家 最后一篇 是过去跟未来 下一个朝阳 历史告诉我们 这些人 从海外带回的想法 对中国有什么 长期效应 那我自己稍微 做了一个summary 跟大家分享 那这一期的 经济学人呢 他其实主要是 针对中国人大局 赴国外游学 旅游 甚至进行一系列 特别的报道 他认为中国人呢 从海外呢 一方面带来的 许多负面影响 但最终也会 回过头来影响中国 其中留学海外的学生 更会对中国的政局 带来重大的改变 1979年 中国跟美国 刚刚建交 中国的前国家主席 邓小平 在访问美国的时候 跟那个时候的总统 美国卡特 见面的时候 卡特向邓小平 提到了中国人群的议题 特别是移民的自由 当时邓小平就开玩笑 对卡特说 你要多少人 我都给你 是一千万 两千万 还是三千万 现在 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 应该有 一亿三千万 对 估计到2020年 人数会超过两亿 而目前当中 有60万人出国读书 多数会挑选 西方国家的大学 而这个数字 几乎是十年前的四倍 没有中国游客 名牌奢侈品 难以存活 没有中国的技术人员 美国的戏骨 不会像现在这么成功 中国旅客的 名牌消费品 是美国人的两倍 中国技术人才 受过西方教育 而没有这些中国学生 就没有学费 可以支撑 美国这些大学 科学的实验 恐怕也会增添 很多不可预料的障碍 除了可疑的 藏读人士 和新疆维吾的主人 中国政府不再害怕 他的老百姓出国 然而这些在外工作的 中国人被迫承担 偷工作 高房价的骂名 学生则被媒体和政客 形容是中国的帮凶 破坏学术自由 FBI甚至在 二月份的听证会上说 美国华裔 是整个美国社会的威胁 针对中国 现在带来的巨大浪潮 西方并不是没有经验 早在1980年 日本经济繁荣 从东岸的纽约到西岸的洛杉矶 日本企业大举进攻 美国炫耀性的资产 而日本汽车更是遍布大街小巷 甚至被汽车大王福特 警告示经济上的珍珠港事件 最后美国掀起一股反日情绪 日益美国人处处被针对 甚至让拥有东方连孔的 其他亚裔人士也受到波及 日本经济泡沫化后 取而代之的就是中国 不过受影响的国家不仅是美国 就连南半球澳洲也感受到 中国政府的威胁 特别是干涉政治的意图 举例来说 澳洲学者汉米尔顿 2017年年底完成的新书 探讨中国如何渗透其他国家 为了澳洲出版社 因为害怕遭到北京政府报复 拒绝出版 据细 最后汉米尔顿把原书做了一些修改 尽量减少可能产生的法律诉讼 日本的重商主义 在美国1980年代激起的反日情绪 跟中国带来的情况其实是不一样的 日本作为民主国家和美国的盟友 他没有干涉美国国内的内政跟人民生活 但中国进攻的方式不一样 面对国外的批评 中国不仅不予以承认 甚至反批西方国家是种族歧视 所以经济学院也指出 还有什么方法比贴上这种标签 更能让自由国家闭嘴呢 但老实说 这点中国人或许并未完全错误 毕竟西方的反华情绪是历史悠久 众所皆知的 美国191882年通过一个排华法案 不许中国劳工入境 以及华人移民不能入籍成为公民 加拿大随后同样限制中国的移民 到了1923年几乎完全禁止 另一方面澳洲的白澳政策 限制有色人种进入澳洲 但主要限制的对象就是中国 就是华人 对 美加的歧视案一直到1940年才取消 澳洲则持续到了1972年 英国的赫尔大学 里治大学和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2009年研究指出 在英国生活的中国人 所受到歧视高于其他族群 另外意大利北方城市普拉托 2009年选出了一名高呼反对中国入侵的市长 普拉托以制一页文明 而那当地很多的工厂中 都有非法移民来自中国 那经济学人也指出 中国政府自我中心的行为 固然是个问题 但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 绝大多数不是威胁 而这点应该是西方政治家 跟媒体必须共同留心的 留意的 毕竟旅外中国人 有许多最近已经开始纷纷回到中国 如果他们对西方的印象非常糟糕 那么他们很难把西方引以为傲的 自由价值带回中国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 这一波海归开始回归中国的情况 其实对中国也开始产生很多 各方面的影响 而他们带回去的很多高质量的一些技术 或者高质量的一些生活价值 也在重塑中国中 而且那个重塑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因为中国大陆是用非常大的力气 在吸纳这一些海归的人才 人才真的是人才 我前几天听到了一个案例 他是美国繁森技业的一个创业者 然后回到了中国大陆去 他就整个接收了一个大楼 然后那个大楼里头 他做的事情是帮 他等于是生技业的孵化器 育成中心 然后再加上帮他们做临床实验的 所有的相关的事物 很惊人 对啊 凤鑫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很像我们台湾当年 1996年产业升级条例 那时候很多留学生回来 其实很像的 因为不只他大概在1980年代的时候 就已经很多这种留学生回来的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 你知道我在大三大四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天下杂志实习 我跟着天下杂志 那时候他就一系列的去 去这个采访 尤其是竹科有很多海归的这一些 就是从海外回来的 然后那我很幸运 我可以跟着这些资深的记者 然后去专访这一些回来的 可能他们就是总经理啊 董事长啊 因为天下杂志他才愿意接受专访 那时候听他们在讲 他们为什么要回来 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 考量的点是什么的时候 我印象极为深刻 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的 那个吸引这一些海归人士 他的那个吸引力之大 是远超过当时 我所曾经感受到的 1980年代1990年代的 那个时候的吸引力 不过奉献我跟你讲 这一次大陆的海归 跟我们台湾当时还有点不一样 当时台湾很多政策 是吸引他们回来创业嘛 或者从大公司的高管回来 台湾创业 中国不是 你譬如说像我的公司 我们公司其实从两年前开始 应征回来的都是海归 可是不一样是什么 以前台湾大部分是在国外历练过 那因为挖脚 因为各种方式回来 对不对 这一波其实很多是 他们在美国念完书 金融背景的 根本就直接回 就是我就是要回国 他根本连在那边 多留个比如说两三年三四年都不要 他都不要 他觉得我要回国 那你如果跟他们细细聊天 他会觉得跟当时不一样 当时有很多确实像你讲的 是因为政策 maybe也有一些因为爱国 但是现在更多其实是因为 我不知道民族主义 或者他觉得身为中国人 他觉得很骄傲 中国的机会更多 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力量更大了 因为他更全面性 对不对 对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来看经营学人 这一次跟 你看他出了一个 那个特别报道 然后就是一个别册 然后居然还有 跟中国相关的内容 还有四篇 是的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那么在我们线上 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学文这一期的经营学人 已经出了一个别册 去谈中国在全球 或是全球在中国 对不对 已经来回交流了 又有四篇 跟中国有关的内容 那当然 这四篇就比较属于 时间比较短的这个报道 那刚刚那个别册 等于是一个大规模的 一个调查报道了 对 那这四篇文章 其实在中国板块有两篇 那另外财经板块 商业板块各一篇 那我们今天先稍微 跟大家细谈的是 中国板块的第一篇 还有三月板块的第六篇 那中国板块的第一篇 它的标题写的是 腔调的一个改变 如果常常去大陆 你就知道 大陆一文到现在 还是有很多方言 真的 就你到有些地方 有些话你是听不懂的 那它小标题写的是 中国正变成一个 比较能够容忍一些 区域性汉语的国家 因为共产党希望 被看成是一个 传统文化的冠军 而不是破坏者 那我们看看内容 它内容一开始 是用一个学生 叫李诗仪 李诗仪把头发盘在后面 并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因为这个很想当 凤兴你可能会想到 以前的你 这个很想当记者的高中生 正坐在中国最有名的 北京广播大学 地下室的一个模拟摄影棚 他正在准备 这个学校的入学考试 因为等一下考试开始 监考官会让他去读一本诗 并且打分数 他们还会考核 他的普通话的发音 标不标准 而中国的普通话发音 其实是以北京话为版本的 但是即使李诗仪 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他也认为他自己很难讲出 毫无瑕疵的北京话 而事实上呢 汉语是有超过90%的人口使用 但他们只是中国主要 12个民族中的一半 从1911年清朝覆灭以后 中国的政权一直痴迷于 推广汉语的普通话 2000年时 中国约有大概50%的人 能流利的讲普通话 而这个比例如今超过70% 部分原因在于农村人口进程 而环境迫使这些人 你要学会说所谓的普通话 中国政府也希望到2020年的时候 全中国有80%的人 能够讲好普通话 问题是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 最具语言多样化的国家之一 大概有130种语言 就汉语而言 香港跟广东话 在地区说广东话的 大概有6000万人 那另外还有8000万人说 无语 无语就是上海话 那另外生活在东南沿海一带 还有大概7000万人 是说闽南话 只想一种语言的中国 有可能成为更强大 而统一的国家 但现在其实还不算是 但共产党也想加强 中国的吸引力 这令其成为传统文化的拥护者 而不想当破坏者 如今强调古代遗产 在中国变得非常重要 中国领导人要求共产党员 不仅要培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还要弘扬中国所谓的优秀传统文化 而党员们如今认为 这需要展现中国传统的多样化 2015年 中国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就启动了一个大概5年的工程 他们记录并且保护中国的语言资源 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学者 说这是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 所取得的成果是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一部 大概高达20卷的剧作 并且已经在去年出版 到2020年 相关的工作会进入新的阶段 汉语正在从这种关注中受益 上海 譬如说上海 就在幼稚园开始推广方言 说上海话 地方官员甚至鼓励复兴方言版的戏剧 真的 对 那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接受这种观点 他们也支持方言能带来政治和经济的好处 比如这有助于中国向海外的华人示好 中国在东南亚的贸易也依赖于 跟这个地区华人联系 因为在东南亚地区 很多的人的祖先 他是不说普通话 虽然他是华人 北京也显然认为 包括方言在内的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可以更有力来说服 散据在全球的华人 支持对中国有利的所有外交政策 对 里面提到那个闽南语的 这个使用者就超过了八千万人是不是 对的 其实如果连台湾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统计到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 有 这八千万包括台湾吗 对啊 还有福建呢 如果有没有包括东南亚呢 没有 这个我就不知道 应该没有吧 他主要应该是 因为你知道大陆还是喜欢把台湾当中国吗 对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你知道以过世的艺人林敏兰 他曾经跟我提过一件事情 他觉得台湾最适合的就是在 敏兰语的戏剧界跟敏兰语的综艺节目当中去当王 真的 诶 诶 诶 凤欣你知道 你知道那是民国几年的事情吗 那是2001年的事情 诶 不过凤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福建的商人或福建人 你知道福建人现在从小到大从年轻到大最喜欢唱一首什么歌吗 爱拼才会赢 哦真的 真的每个都会哦 我们都不唱了 他们还在唱 所以 所以 我其实 那件事情让我一直记在心里 我就觉得其实 其实敏兰语兰是有很多想法是非常的 有远见而惊人的 所以容易忧虑是吧 可能是吧 对啊 但有时候他的速度跑太快 对啦 对这就是 你知道投资就是这样子 他的投资当时不顺 其实跟他跑太快有很大的关系 啊 了解 对 好 OK 我就说到这边为止了 好 但是我觉得那个概念是很好的 我只要讲的是那个概念 但我不能略人之美这样子 对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是 这个商业板块 商业板块的 第六篇哦 在第56页 他谈的其实我们在节目中也谈过很多次 就中国在对外并购 他的标题叫打开水坝水渣 小标题写的是葡萄牙的能源巨头 有可能卖给一个中国的国企 那中国的三峡集团哦 报价葡萄牙的EDP集团 得到葡萄牙政府的支持 但其他周边的欧洲国家的监管部门 其实也许会反对他 那文章一开始他提到哦 欧洲人哦 该不该担心三峡集团的竞购 葡萄牙最大的公司 早在三年前 一家欧洲银行就曾经说 葡萄牙是中国在欧洲的旗舰 因为中国人在葡萄牙政府宣布 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 中国买者就开始尽可能的在葡萄牙大肆收购 所有企业的股权 那葡萄牙十分欢迎中国投资者 中国在葡萄牙投资的范围也很广 包括葡萄牙的国家航空公司哦 包括葡萄牙的国家电网 对于葡萄牙政府的审查 葡萄牙总理的Antonio 早些时候告诉记者 葡萄牙政府对于这一次的竞标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政府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一直都是优秀的投资者 无论是REN EDP还是其他的并购 他们表现的都很好 重要的是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所以股东可以自己考虑这样的一个项目 虽然葡萄牙政府对这个竞标完全没有意义 但是还没有得到EPD股东的支持 5月11号 三峡集团提出90.7亿欧元 相当于108.3亿美元的一个出价 全面收购EDP剩余的股份 它已经是EDP的最大股东 三峡集团在2011年就曾经用26.9亿欧元 收购了EDP21.35%的股权 2016年的9月 三峡集团再次增持EDP7000万股 此股升到23.25% 这也意味着如果这一次完成收购 中国三峡集团会全资控股EDP所有股份 然而5月15号 EDP董事会拒绝了中国三峡集团提出来的价格 其他国家也可能会反对这个协议 葡萄牙的能源巨头EDP 因为它是在很多国家有业务的 EDP是一个拥有发电机 供应商和分销商的电力公司 包括美国在内的14个国家 它都有业务 2007年这个公司收购了 德州的风力发电公司 Horazen 该公司跟其他地区的合资企业规模更大 在巴西 它也跟当地的公司共同运行水电站 并成为巴西最大的私营能源生产商 在西班牙制造和分配电力 在法国 意大利和波兰经营风力发电厂 由于EDP在美国的风能和太阳能业务也在增长 因此这笔交易会引来葡萄牙和美国的审查 好 它的结论是 它的结论说 中国最主要想学欧洲国家怎么管理能源 因为他们想再一次的在能源管理上有所进步 这其实是你看到中国在海外收购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他们想学技术 有点赞 玧尔 有点赞 玧尔 这就是 这就是